不只美国当局不遗余力 连大企业也推波阻拦 在美国政府试图将华为列入全球黑名单后 谷歌公司已经停止与华为公司的重要业务合作 川普禁令一出 Google快刀斩华为 正是以终止部分网来合作 也就是说华为新一代Android手机 再也无法使用Google Play Gmail等服务 虽然在中国大陆影响不大 但却重创华为在国际的海外业务布局 王毅在通话中向蓬佩奥表示 通过政治手段打压中国企业的正常经营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敦促美方不要走得太远 不过中国当局声声抗议 美国坚决做自己 专家分析中美贸易战僵局 加上川普对华为开刀 两国正上演新冷战 但就在剑拔弩张的情势下 新华社近海百乌龙 发文称中美贸易战停火 随后发现根本是误将去年消息 拿来发新闻 美国宣布封杀后任正非周六首都楼面 强调早已做好准备 而川普除了祭出关税大棒掩打中国 最近再绕种化 美中要达成的共识 绝对不会是各拿五十分的协议 两国贸易战继续升温 短期内恐怕没完没了 三天新闻 陈平尔报导 谢谢大家